艾迪哥 今天來到現場的這一台 外觀上也是年輕人 覺得很帥的 這個套件 對 沒錯 這是POLO的R-Line 這個版本其實算比較高階 它主要配備就是 車頭有一個R-Line配件的標記 圍記 這個R-Line就是運動感 所以它在前下巴 在側裙 在後尾翼上 都有一個比較 應該說比較運動化的裝飾 再搭配一個所謂雙色的輪圈 也是加大 所以這樣子就是有跑格 也是希望年輕人買的這個時候 買車的時候能夠有一點動感 我們來看從另外的側邊來看 而且你從車頭來看 它是不是也有主安配備的 對 它是有IQ-Drive的升級 所以它這個ACC AED 甚至連後方到車的時候 這個後方車流不只有警示 還有這個輔助 所以其實是相當安全 配備安全的等級相當高 側邊也有一個R-Line的背景 比較帥 這個一樣 這個配件高的車在將來二手架 會比較搶手 你的價錢也會反映在這個配件上面 所以R-Line有這個效果 然後因為剛剛我們在講 你車子算成本的時候 如果你就估算折舊 那你就會考慮中古車價 中古車價如果有這些配件比較帥 還有你主安齊全 未來脫手上也比較容易的話 都是現在一個比較好的意義 你買車的考量 到最後二手車賣的時候 都會有比較划算的二手車價 沒錯 再看到其他的 你覺得新一點 來 其實應該說它是第二台用 數位儀表的車 10.25吋 中間是8吋 然後其實它裡面用這個年輕化 它用比較雙色的方式來 黑白配 對 然後來搭配這個 應該說中央儀表台的一個面積 在裡面會有比較年輕化的 視覺感受 這個是法斯文烤漆 所以其實也增加一點質感 它除了基本上的儀表是亮黑 搭配這個烤漆 然後椅子 椅子 這個也是特別的 就是說它有脊皮 它有布紋 它有皮革 三個材質看起來也比較活潑 一般我們買的服飾車型 就是單衣絨布或是單衣皮革 所以這個是一個 比較活潑的一個搭配 所以整體看起來也是希望 像年輕人或是小家庭來趨近 讓他們選車的時候 能夠多一點選擇 而且Polo現在的空間 其實也放大了 放大很多 Polo現在的是超過4米 對 這個大概是 我看好就是以前的 這個Golf的 4代Golf的車廠 沒錯 所以其實小家庭來用很方便 再來說長大的 這個車身尺碼稍微大一點 不僅是對空間比較好 其實高速行駛的穩定性 也會相對增加一些 沒錯 後座的空間其實我覺得 其實也不會有你想的 那樣的壓迫感 對不對 因為其實 它是方正 沒錯 就是這裡 它沒有太下鋪 C柱上面其實是方正 不是說坐著跑格流線 它就會往下壓 就會影響到頭部的空間 它一樣是所謂方正 像饅頭造型 對 它就是保有一個 後座駕駛的 後座乘坐的一個 頭部的空間 然後你不要小看這個 對 有一個後小三角窗 沒錯 其實你坐在後面 你看你大概投在這個位置 頭的位置就在那裡 有時候這個光線 或者是你的視野 就是有一個三角窗 還很具體的 就可以有一點空間感 以及對外的通透感 所以你看就是 就是內裝空間 然後再加上主安 再加上外觀套件 再加上這種新型態的 里程的保養方案 都希望說 大家在入手一台車的時候 你現在覺得 你比較負擔得起 是 好 謝謝ADY哥